我是老胡 欢迎收看胡卡 看到每个孩子交费一万头块钱 报名入团来北京 进清华北大转一圈 言学的消息 老胡真是很难过 很多文章批评 言学市场的火爆和混乱 以及名校预约进入的名额 多少的问题 老胡想说的是 那些名校为何要预约进入呢 一行防控之前 或者更早一些 也要预约吗 大部分学校肯定不是 三年一行期间和之后 老胡呢 没去过清华和北大 过去经常去 会朋友参加活动 去做讲座等等 反正呢 我从来没有预约过 也从来没有在校门口登记过 年轻的时候 都是骑着自行车就进去了 后来呢 是自己开车就进去了 记得出校门的时候呢 好像要交停车费 那是唯一的手续 一行之前 在全国各地转 武汉大学 厦门大学 中山大学 云南大学 这些名校呢 我也都去过 有的是进去搞讲座 也有很多时候 是作为旅游者 慕名入校参观 但都没有履行过 任何入校手续 我觉得那样自由 宽松的氛围挺好的 疫情期间 大学实行封闭管理 是必要的 社会上很多地方 当时呢 都那样 疫情之后 一度封闭管理的场所 绝大部分都重新开放了 恢复了疫情前的进入程序 但是呢 很多大学 尤其是名校 保留了严格入校规则 我认为 这非常值得商榷 听有些学校的人说 疫情期间 有的呢 可能更早一些形成的这些严格入校规则之所以保留下来 是学校认为这样方便管理 这个解释可能是真实的 但问题是大学校园里需要那么多管理吗 说参观者太多会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秩序 我认为这站不住脚 清华北大从来就有大量参观者 老胡孩子小的时候 我就带他和邻居的孩子一起去过清华北大的校园 我周围的很多孩子也都去过 我们单位搞运动会还租过大学的体育场 当时没有不好影响 现在的影响从何而来呢 而且目前正值暑假 大学里的学生大多离校了 正是应该开放让孩子们来参观的时候 孩子们进一趟他们崇拜的大学校园 感受一下梦想之地的氛围 这对孩子们的身心是多么好的一件事 大学在暑期里作为小孩子们的特殊大课堂 培养他们崇尚学识的价值观 这也是对孩子们积极良善的引导 对社会正能量是一份贡献啊 我还想说 让在校大学生们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 度过大学时代 也是对他们开放精神的无形熏陶和引导 如果那些学生们就读到大学 外人进校门都要预约登记 是一个高墙围起来 外人进去很不容易的地方 同样会影响他们走出校门以后的社会观安全观 如果外人进清华北大 从此变得困难重重 一些孩子们从外地专门赶来 却只能在校门口拍照打卡 进都进不去 那么我很担心 这一代学生走向社会之后 中国各地的围墙和保安 有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多 应该让疫情从我们这块土地上真正结束 不要让他的后遗症成为今后这个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阴影 无论清华北大是什么时候开始预约进入的 诚恳希望他们为推动大学校园的开放 做出表率 拜拜 好